天子教 佛仁大学 欢迎各位来到天子教佛仁大学 我是林志鼎神父 今天是2月10号 教会纪念一位特别的圣女 她是圣思佳 这位圣女是圣本篤的妹妹 所以也跟着圣本篤一起 分享了整个我们教会的灵修宝藏 在圣思佳也成为修女之后 她跟她的哥哥有一个这样子的约定 每一年有一个时间 他们一起来畅谈属灵的事 今年又是如此 他们在森林里头 在一个小屋中间会面 跟他们在一起来的人 两位一起沉浸在属灵的谈话当中 真是心神愉快 时间过得很快 到了晚上 思佳跟她的哥哥说 哥哥 我们谈天主的事情 谈得这么高兴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多谈一些 你就留下来吧 圣本篤说不行啊 我们根据会归 我不能在修会外面过夜的 于是圣思佳把手举起来 头低下来 向天主祈祷 不一会儿的功夫 山峰大做 我们在传记里头 大雨倾盆 甚至有人这么说 山洪爆发 当然了 山西暴涨 那这些人 哪里都不能去 只能继续留在屋子里头 哥哥在说了 妹妹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 结果妹妹说 你看吧 我求你 你不准许 可是我求天主 他就准许了耶 现在你可以的话 你就出去吧 你回到你自己的影修院去吧 哥哥当然没办法 跟他同行的人 也都不能走出去 于是他们整夜畅谈 属神的事 好像人 虽然肉体在世间上 神魂已然在天国 第三天 圣本堵 在他自己的修会里头 他向着窗外一看 他看到了圣思佳的灵魂 离开了肉身 像白鸽一样的飞到了天堂去 所以他就嘱咐 他的弟子们 去把他妹妹的遗体接回来 就葬在圣本堵 原来为他自己准备的墓穴里头 所以 妹妹胜过了哥哥 不足为奇 按照我们圣国瑞教宗所说的 因为圣若望说 天主是爱 谁爱得多 谁就能够做得多 这是圣思佳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到现在还是传颂千古 而今天我们在弥撒的读经当中 我们听到马尔谷福音 马尔谷福音当中 我们这一位可怜的妇女 她做了什么事情呢 她是外邦人 她来祈求耶稣 把魔鬼从她女儿身上赶出去 耶稣对她说 先让儿女们吃饱 而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吃 这是不对的 看起来好像在拒绝这一位妇女 可是耶稣所说的话 其实是带一点俏皮的 她不是骂人 真的是狗 她用的一个叫做小狗 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 大家喜欢的 捧在心上的宠物 然后呢 这也让周围的人看到说 耶稣并没有对外邦人 就像犹太人一般 对他们的那个态度 所以有一个缓冲的机会 让这一个妇女说话了 是啊 主啊 可是小狗在桌子底下 也可以吃孩子们掉下的碎屑啊 她对于天主的那份信赖 对天主的爱 今天战胜了一切 所以耶稣跟她讲说 为了这句话你回去吧 魔鬼已经从你的女儿身上出去了 这一位妇女回到家里 看见孩子躺在床上 魔鬼已经出去了 她已经得到了痊愈了 我们今天就看到了 真心诚意 对天主的爱如此相信的 天主必然要成就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追随圣思家的榜样 以及这一位所谓外方妇女的榜样 也敞开我们的心 接受天主的爱呢 天主祝福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